俄罗斯天文学家预测,在2018,太阳活动将是影响地球的一个重要因素,因为根据他们对太阳的观测,太阳在2018,将有数十次磁暴,其中有几个大级别的磁暴,超强磁暴的概率约为5%,地球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最佳温度的原因是太阳活动的持续性。 美国科学家认为,如果太阳越来越少,将会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冷,太阳的运动是分阶段的,在未来的30年中,太阳将进入其活动的最小周期,当太阳进入最小周期时,太阳会减少活动,太阳的亮度会变暗,到达地球的紫外线也会减少,地球的温度也会变冷。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说,他们预测下一个太阳极小期的时间,太阳早在2050就冷了,太阳作为太阳系的中心侵起,向周围的行星发射光和热。 一旦太阳变暗,地球将迎来一个短暂的冰河世纪,冰川期曾在17世纪出现在地球上,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遭受寒冷袭击,波罗的海被冻结,海甚至可以让军队通过英国太武士和被冰记录。 科学家认为,寒冷袭击的原因是太阳活动,进入了一个最小时期,使得地球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冰河世纪。 几百年后,地球将再次落入冰河世纪,一些科学家对未来将发生的冰河时代并不乐观。 认为形势非常严谨,物理学家Den,并在分析了太阳的最小周期后,认为地球的下一个冰期,可能比17世纪更严重。 因为在2050,太阳已经燃烧了这么多年,以至于它的亮度不会像以前那么亮了,而且它的数量是释放的热量会比以前少。 太阳的最小,不是一个积极的作用,一些科学家认为,太阳活动的减少,可能会降到地球的温度,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。 但是太阳极小期的冷却效应,只是大气中二氧化太积累,引起的暖化效应的一小部分。 此外,它可能只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